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认知的某一些在外国上市的明星级股份 其实都是打着例如一些新能源的概念 就是电动车概念 股价已经是爆炸式的 火箭式增长 当然 你在说服或者跟客人说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觉得很苟见 那怎样呢 他典其内超出了股值 但未达到那些目标 其实这个概念是怎样的稳率呢 在这个投资策略上 其实我想在刚才你提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电动车的行业里面 当然美股也无人不惜 今年也是火箭式爆炸 上升的股票 但我们去看作为一个机构性投资者 我们看的视野 我们尝试深入多一点 我们去找回电动车制造商 它不单止是制造车的公司 它本身带来的生态环境 新的价值链 有什么机会 是我们甚至可以早着先机的呢 例如我们在一些电动车的生产商 或者制造商里面 电动车生产商 我只是买了它一间 那有没有在它的生态环境当中呢 譬如它的零部件 它的锂电池的设备公司 它的感应器 它的半导体 因为电动车的半导体有不同 它的软件 它的软件 甚至是一些感应器 其实如果我买电动车制造商 不如我买这些部件 因为所有电动车 都要买这些 还有一个好处的 就是我们觉得 我们做机构投资 就是希望什么呢 这些股票比较低调一点 就是那个关注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其实很多这些机会 那个股值 或者那个关注度 是underappreciate 就是没有什么人去发掘 没被发掘 没错了 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角度去参与到 就是在减碳当中 电动车环节里面 的整个生态的机会 这个也是我们本身 就是整间公司里面 在减碳投资里面 尽量找到的 投资机会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我们 很独特的地方 我们不是说电动车制造商不好 在我们简估的标准里面 还有其他的要求要符合 可想而知就是 不要忽略其他的东西 是的 我们就尽量广阔 因为其实都要留意他的周期 其实未来的竞争 只会越来越大 反过来 我去找一些价值更好的 还未被发掘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的价值